Hello 大家好 如过来 假号太炸了 怎么就被我赶上了呢 把你让我赶上 这个节目叫 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我觉得赢就要赢得早 之前赢还能得大王 今年你要赢了 我就是脱口秀最好的朋友了 一轮过去 我现在是脱口秀第九好的朋友 你看这些朋友 天天鼓掌 有尊重 但不多 选人的时候 好多人都想打我 打你才是对你最好的尊重 看那些人说 秦贼就得先秦王 我最佩服的就是这些 一边上班 一边来比赛的这些朋友 你刚刚听到是吧 真太厉害了 我真的太佩服了 经常是前一天还没稿呢 第二天上了一天班 晚上开房门有稿了 我说你这么努力 你老板知道吗 你知道全职投球演员 最怕的就是 自己懈怠一篮 躺一天就过去了 这些兼职投球演员 朝九晚五 规律地上班写稿 然后请假来打我 然后你们再请假 看我挨打 不怪这些朋友 我也不怪你们 你知道吗 你就现在上班 太没笨头了 然后我那时候 刚毕业那时候 还等着说 能等着公司上市 鸡犬升天 咱也赚一笔 现在啥公司上市 对吧 保住好自己的身体 别公司没上市 鸡犬先升天了 是吧 我周围的朋友 现在能看到的 眼门前 能赚到最大的一笔钱 就是等着被裁 拿到那个N加1 真的 N加1学名叫离职补偿 好多人说 这叫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以前被裁 都是个挺丢人的事 觉得被裁了 不好意思说 现在不是 裁我可以 给钱就行 钱算是在那个新闻 谁谁当街打人 然后赔了多少钱 放在以前都会说 你有钱了不起 就可以打人 现在都是什么 打的怎么不是我呢 真的 我周围现在很多朋友 上班就在等那个N加1 就那个上班的感觉很玄妙 我可以给你们描述一下 就首先他不能犯错 因为你犯错把你开了 就拿不到N加1了 然后你也不想使劲 因为使劲对不起自己 对吧 同时你又不能完全不使劲 因为你完全不使劲 大家都不使劲 公司干倒了 也没有N加1 所以说现在上班 讲究的又是一个巧劲 以前说四两拨钱 你现在四两就能拨四两 对吧 真的我那时候上班 那时候还在想着说 我这个工作 到底是当凤尾呢 还当鸡头呢 对吧 很纠结 现在是小孩子在做选择 成年人我都不做 现在我就想做鸡肋 要的就是那个 让领导十之无畏 七之可惜那个劲 真的你看这些房子 毛皮房 承重墙就那么三四面 其他墙算在那儿 假装承重对吧 你别看我不承重 你咋伙得花钱对吧 我站在那儿 墙模墙样的 这听不出有什么区别的 你看谁家刷墙 说我家只刷承重墙 对吧 没有的没有的 对吧 你一不小心 把承重墙给砸了 咔楼塌了 老板说你们这些人在干嘛 说我只是在这儿逞墙 对吧 厉害厉害厉害 关键 我找工作的时候 接受教育要延迟满足 那时候创业 说工资少一点 给你股份多一点 你不叫打工人了 你叫合伙人 然后干了几年 公司被我们合伙干倒闭了 真的 那几年的生活 就是没社保 没工资 有股份 没公司 你现在就不要在 我去找工作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什么期权股票 都不跟我说 工资日节 好吧 对吧 真的你说 干了好几年 你说公司最后 倒在了上市前的黎明 我很难接受 你说我忙活一天 公司倒在了下午四点 我就认了 对吧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后来来说脱口秀 脱口秀就不讲什么 颜值满足 这就是个 及时满足行业 你们进来 我就得逗你们笑 我不能说 你别看现在没笑 一会儿回家 你能笑个大的 对吧 还得启大王 我觉得 世界变化太快了 我灵活的世界观 已经跟不上世界的变化了 我三年前还在讲什么 什么那个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陷阱 有人记得吗 消费主义陷阱 说哎呀好难受啊 三年过去了 消费主义不用治 赚不到钱自然就好了 脱发不用治 掉光了自然就好了 真的 你们知道啥是 及时满足 炒股是及时满足 但炒股讲究的是 及时止损 不是及时满足 真的 我也想过说 今年还在这个台上 讲炒股的事 后来想一下 还是讲 因为炒股就是 我现在依然站在这个台上 讲错我去的原因 今年各位老师都问我 说作为老选手 会不会疲惫 作为老选手 我很疲惫 但作为股民 我不知疲惫 股票就是我的MU4 明天早上圈中一开软件 MU4又叫我起来写杆了 今天得写出三万块钱的杆了 真的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看着软件里的钱 慢慢变少了 但是你想想看 你投资个饭店 投资个拓拓俱乐部 还有人叫你一声老板 我现在产业设计 新能源汽车 白酒养猪 他们都不肯叫我一声教父 他们都叫我散户 有人说你还是散户 炒股就像人生 炒着炒着就散了 我现在没办法 我现在就只能 不断地调整我的世界观 去应变这个世界变化 就是即使满足不了 我就说我是长期主义者 长期满足不了 我就说我要活在当下 我现在就叫灵活满足 能乐一会儿就乐一会儿 实在乐不出来 我就跟你自己说 我说别看你现在乐不出来 以后一定能让咱 幸福个大的 谢谢大家 我过来 大家好 我是小浩 大家可能从我今天 这个略显浮夸的穿着 很难想到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 土木工程 对 对 对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今天是 报复性穿着 以前土怕了 怎么说我以前 干高危的土木行业 盖房子 我现在干更高危的脱口秀行业 这两份工作 我其实心路历程差不多 眼看他起高楼 这帮人真的嘴太损了 美国总统的耳朵都敢调侃 你说特朗普找过来 我能怎么办 我说特哥你给我个面子 他只是一个Kid 我一毕业就在重庆的工地 当施工员 每天就在太阳下面 拿石灰粉画线 我们工程还可以 总到这8.9亿 我是我们领导 口中最看好的新人 然后他给我 每贵工资1500 当然1500不是我的 全部收入啊 我们还要扣五险一斤 你看我们公司多有意思 我这么低的收入 还给我交了养老保险 没必要 我撑不到 科普一个冷知识 养老保险要交满 15年才可以享受 但人吃不起饭 七天就得死 领导真的又抠又装 大家有没有发现 很多领导喜欢在办公室 挂什么毛笔字书法 显得自己很有文化 装读书人什么海纳百川 宁静志远 什么舍得 反正都是他没有的品格 我有次还问他 我领导舍得两个字 写得好好看 送给我可以吗 他没有舍得 你们知道后面 装到什么程度吗 甚至给自己 写个微信名 叫什么 活着莫言痛 听活着莫言痛 我心里想 天哪 你把莫言放在活着后面 并应该余华更痛 太装了 经常开会 对着我们 知道吗 痛容易 莫言痛难 我心里想 莫言痛多简单 你发给他 诺贝尔奖金 信封打开看 一千五 莫言在那 哇 白血了 后来不知道在哪儿学的 让我们所有人 必须叫他班长 让所有同事 必须互相叫同学 同学 我们在工地上 戴个安全帽 也叫同学 同学 你们见过哪里的同学 凌晨一点都还不放学的吗 同学 你找钱给到位 别说叫同学 你甚至可以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我准莫言痛 我 为什么现在很多公司 喜欢叫员工同学 我觉得职场最好的 称呼一个人的方式 就是按他的工资 来称呼他 像我 你就教我一千五 以后安排工作 会非常方便 领导再让我熬夜加班 我说哎呦不好意思 我是一千五啊 哇 这点好 这么重要的事情 应该让八千三干啊 您说呢 五万六 破湖睡后 太喜欢让我们熬夜加班了 我有次工作做完了 我准点下班 他在门口把我堵着说 你要去哪啊同学 我班长 我朋友约了我看个眼出 我得赶紧走 不然就迟到了 他听完就在那阴阳怪气 就这么想看演出 就这么热爱艺术 大家都像你这样偷跑的话 公司怎么办 我工作做完了 我正点下班 他说我偷跑 我听到那个偷跑 我真的气了 我气到我孔一挤上身 我心里想班长 怎么读书人的事情 能叫偷吗 您知道下班回家的回字 有几种写法吗 让员工暗示下班就这么难吗 您手上那个小圆盘 它不显示时间 您才是真的表 哎呦炸死了 大家 我的天啊 我来喝水了 我来喝水了 当然我不能跌倒 毕竟我当时手里还管着 十几个身价百万的包工头 我一个月薪一千五的管理层 有一次过年一个包工头 还给我悄悄塞了个红包 我一看里边整整一百块 给我紧张的 我当时甚至能够想到 许多年以后 面对纪检部门 来自重庆工地的小甲工 会回想起包工头 塞给他红包的 那个遥远的下午 我在那百元孤独 我就把这个红包 交给我们领导了嘛 原则问题不能收 但你想我要真收了这个红包 以后法庭上 旁听席的人都会笑我吧 我有脚号在8.9亿的工程里 收回100元 没收个人总资产 一千六 让我们判他 受死 后来干了一年多 就辞职了 兜兜转转 做了脱绣这个稳定的工作 直到前年 安排我去重庆演出 演出前天 我收到他微信 我一看名字 活着莫言痛 哇原来是我们领导过 说什么小小同学 一直挺关注你的 本来想带朋友来捧场的 但没有抢到票 方不方便 给他留两张赠票 七八年没有联系了 我还挺感慨的 我赶紧回来 我班长好久不见了 您就这么想看演出 您就这么热 一说 我们演出七点半开始 您过来 该不会要偷跑吧 这好多爽啊 这好多爽啊 我这个人怂 我怂 我没有说这话 我怂到真的帮他 要了两张票 请他来看他演出 然后当天晚上 我在舞台上 当着他的面 讲了刚才这套段子 请他两张 谢谢谢谢 好嘞好嘞 一条头 这么帅吧 有了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嘞好嘞 谢谢 现在好说这种话 一律当真的听 你知道 我没相信了 不用再夸了 你相信了 很久不见 朋友们 去年确实也是 闲了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工作 去年闲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感觉我整个人 变老变油腻了 就是很恐怖 我发现我现在 喝醉了之后 跟人聊天的时候 开始喜欢用 想当年这个词了 想当年 你一听就知道 不管他当年怎么样 今年应该是不行 因为人在顺利的时候 你不会想当年 你只会想活在当下 我之前好的时候 我每天跟身边的同事 说的都是 活在当下 我现在每天跟同事 说的是 活在哪里 打开手机一看 活在徐志胜那里 不是你们知道吗 他的工作一点都没受影响 不光拍电视剧 还到处参加各种综艺 什么蒙炭 桃花乌 全员加速中 同行都这样了 你还加速呢 到处都是他 什么黄子涛生日 舔个脸也去 听说他俩还是一个CP 名字叫桃之夭夭 当时看到这个名字之后 我的第一反应是 就是现在呀 再提广岛之恋 多少有些门不当 户不对了 以前叫什么广岛之恋 以智取胜 何以智胜 现在叫何以智词 不是说我非要提智胜的 关键是最近老人问我 说智胜现在这么红 你难不难受呢 开玩笑了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朋友 就属于是不了解 我俩的关系 我俩其实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就是看到他今天 取得这么优秀的成绩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特别地替他高兴 他红 他红他能有多红 他再红 他能有我的眼红呀 不生气啊 不生气 其实我最近也挺好的 我的活动也挺多的 他前两天不是参加了 黄晓涛的30岁生日吗 我前两天也参加了 黄大妈的六十大寿 讲了这么多之声 那其实我也并不是酸啊 真的 因为相比较他那种 就是纸醉鸡迷的名利场呀 给偷偷偷的观众 带去快乐 才是我最大的快乐 行了行了 我们也聊了很多之声了 接下来我们就不提他了 接下来就不聊之声了 接下来还是聊一聊 咱们老百姓自己的生活 我求求了 就是我前面不说 我觉得自己变老了嘛 我觉得自己变老 还有个原因是 我发现我现在 在跟一些年轻的朋友 聊天的时候 他们聊的一些话题 我开始听不懂了 就比如一些年轻朋友 他们现在聊聊天 会突然问你 你是I人还是E人 我开始以为是一句上海话 我说 我是外地人 后来才知道 他们说的是一个性格测试 他们说I就是相对内向 什么E就是外向 但是也不绝对 有的人就什么 主I带一点点E 还有什么是主E 我说我知道 主E-W 这些都学杂了 他跟我说主E 就是这个人 他能从社交中获取能量 他特别的擅长活跃气氛 就这个人 他不能接受周围的环境冷场 我说 这个在我们山东叫主培 你们叫E-N-F-P 我知道我知道 我三舅就是E-N-F-P 然后他们还跟我说 他说这个人格测试的结果 它不是固定的 就你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去测 他的结果都会发生变化 就比如我 我去年测还是艺人 就今年成素人了 主意带一点点素 再不录节目就成纯素了 然后我身边很多朋友 他们都测过我这个帽 然后都是什么稀有人格 特别的酷 我也满怀期待去测了一下 是个什么RSFJ 首位者 全国最普通的一种人格 就占比最多的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这拨人 在做那些测试题的时候 每一道题都选了 那个最安全的答案 当时以为自己特别圆滑 八面玲珑 测出来毫无主见 开始的时候接受不了 我说我真的这么没有主见吗 不能吧 但转眼一想 人家都这么说了 应该是吧 然后我就是个Iron 周围大部分都是艺人 什么EINFP什么的 就跟他们接触就很痛苦 因为网上都说 他们是什么快乐小狗 但没人说是什么品种 我觉得是一些烈性犬 就是艺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生活中 到处都是他们的主场 酒局上一定要安排一切 都来了 都来了 不用站 随意喝 走错了 我为什么对他们情绪这么大 因为就我这个人格 在他们当中深受其害 就这么说吧 今天生日是在飞机上过的 说那天刚好出差 同行的有两个EINFP的朋友 我是没有想到 他们是那种能随地过生日的人 但我这个性格当众过生日 又会觉得很羞耻 就这么说吧 我宁愿随地大小便 关键那整天 他俩跟我后边 我都很恐惧 就那种感受你们懂吗 我知道他俩要给我过生日 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动手 只能时刻不停地 观察他的表情 动作 以及飞机的逃生通道 果然 飞机刚一落地 俩人围着我唱生日快乐 搞得全飞机的人都看我们 当时感觉 飞机落地了 我要起飞了 很尴尬 我当时觉得尴尬 倒不是说 有人认出我了 或者怎么着 而是就这个样子 都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后来又有陌生人 加入了我们 祝我生日快乐 我也不敢反抗 就那不停说 谢谢谢谢 那么他给我机长 我也给他们机长 结果他是要拿行李 所以他们还让我许愿 问我的愿望 我的愿望是 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的愿望是 希望明年能跟黄总涛 一起过生日 谢谢大家 掌声多谢你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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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我是三位 我是个软件工作者 工程师朋友们 能来录制还是挺高兴的 真的挺开心的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 就不光工作日忙 然后周末也得加班 但是我领导也从来不会 明着跟我说 要我周末加班 他只会在周五的下午跟我说 说三位呀 有个活 我周一要看 我现在已经开始摆烂了 就活他肯定是看不见了 他要是非想看点啥 我可以死给他看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态度 我现在为了协调平时的演出和工作 我会推掉一些工作 感觉自己的生活已经变成一道数学题 一周七天 我推三足四 就能闲到周五 我把这个称为上班的勾股定理 我给我同事讲了这个段子 他跟我说 按你现在这个工作状态呀 Siven 你也别算什么三四五了 你算算N加一吧 我身边有很多人会劝我 说你平时工作 你得好好干啊 你现在好好干 等你老了以后 退休进养老院里就轻松了 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啊朋友们 去养老院里 不一定比上班轻松 我会去养老院里做义工 平时的时候 我们当时任务是和那些 养老院里身体还不错 然后甚至也清醒老人聊天 当时像我一样热情的 卷者有很多 我们上午一批卷者 下午一批卷者 晚上一批卷者 但是我们只有一批 甚至清醒老人 你们见过三班导老太太吗 一天结束之后 奶奶身上已经开始有斑味了 之前我们跟奶奶说 说奶奶明天有批卷者来 奶奶都是说知道了 她后来已经开始回收到了 光聊天还不够 除了聊天还得做活动 当时给我安排的活动 让我跟一个大爷一起缝钱包 整个活动还有一个特别响亮的 谐音梗名字 叫今天在这儿 喜相逢 老人对我们的幽默水平 非常不满意 人家已经看破了生死 开始玩黑色幽默了 跟我说小伙 反正我们也没几天了 你们这个活动 也别叫今天喜相逢了 要不就叫临行秘密缝吧 而且还有一些现实的烦恼和困扰 我们两个人当时就一根针 你们知道朋友们 两个并不心灵手巧的男性 干这种针线活是很不容易的 我不知道今天的各位 有没有一种上学的时候 几个人围着一台游戏机 一人玩一条命的经历 我当时和那个大爷 缝钱包的方式跟这个差不多 我俩换人的原则 就是谁扎手谁下去 就这个活动之后 我也在反思我们当时的行为 我们去那儿折腾人家一顿 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没有带来任何帮助 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人家本来就在和时间赛跑了 我们一去 给人家变成跨栏了 但是我们这个活动 也不是一点没有帮上老人 甚至可以称之上是延年益寿 本来就时日不多的老人 在我们的陪伴之下 度日如年 但是还是有一些 心灵手巧的老人 隔壁有一个李奶奶 她就很心灵手巧 然后就在同一天之间 被三批志愿者拉着 缝了三个一模一样的钱包 奶奶也没有想到 八十多岁了 又找回了年轻时候 在纺织厂里的感觉 就我们做这个活动的初心 是为了帮老人 找回自己年轻时候的活力 奶奶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活干 我们当时每天就是 流水的志愿者 流水献上奶奶 后来我们又说要上英语课 要搬英语脚 要给老人们起个英文名字 我说奶奶 你就要针泥吧 你指定能用上纺织机 每一代人 有每一代人都纺织厂 我想过这个事 我觉得等我之后 就是被战者拉着 每天改三个bug 生活就是这样 就是只要你一吸尚存 你就得眼里有活 给海伦凯乐三天光明 他得改九个bug 他在席子的时候 眼前见着光了 但是怎么感觉生活这么黑暗 而且那些老人 在养老爷里也没有什么节假日 因为过节的时候 我们就来了 端午节得包粽子 中秋节得做月饼 过年得煮饺子 他们在每个节都 在接南逃 大老师好懂啊 大老师知道这个地方 有个在接南逃 在接南逃 但是朋友们 不要低估奶奶的智慧 奶奶后来把这个事解决了 她解决这个事的方式 也非常简单啊 就是装病 根据护工的描述啊 奶奶后来听到 她不爱听她话的时候 她就耳背 问她不愿意回忆的往事 她就健忘 拉着她做手工啊 帕金森就发了 奶奶后来在那个养老爷里 整个人显得特别的有病张力 哎呦 真好 我们志愿者还问呢 说奶奶 咱们今天缝个钱包啊 老太的手 马上就开始抖了 我们志愿者都不会了 说奶奶 你不是耳背吗 奶奶说是 我刚才忘了 谢谢你们讲到这儿 拜拜 哇 这票的巨高 这票巨高 都说嘛 每年我们参加 脱口秀大会 就像每年来参加高考一样 每年都不容易 今年格外的困难 因为我们是按上海高考准备的 你考发现是山东卷的 很难拿高分啊 但我发现我就觉得高考有一点还挺好的 我挺喜欢的 就是规则很分明 就对错一目了然 你想考完数学 大家在那对答案 别人说 这个是二吧 是二倍根号二吧 说你看着自己算出来的根号价 一百四十三分之二百七十六 别人是不知道答案对不对 是吧 你是知道不用对答案 上了大学之后 很多事情就开始 渐渐的就不一样了 考完试就是你觉得自己要挂了 就开始给老师发消息 请您高台贵手啊 祝您身体健康 那个手台的越高越健康 还有同学 没考试就开始发消息了 我怕考完那天的祝福太多 而且就是 这种情况就是愈演愈烈 到了工作之后就完全不一样 大家上过班都知道 工作了之后 很多时候出了问题 撇清关系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那我之前不是做程序员吗 有一次就是 出了一个很简单的bug 就是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 写成了一加一等于三 但是大家发现 第一个一跟第二个一 不是一个部门写的 结果就非要一起开会是吧 争取把锅甩出去 甩着甩着发现 三是老板写的 问题一下就升级了 从怎么解决bug 变成了怎么掩盖老板是个傻子 这个事实 东北喜剧的经典问题 请问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最后一位天才的同事 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觉得是等号的问题 我们改成一加一小于三吧 这样两个一都开心是吧 还不用让老板直面二的问题 太聪明了 我觉得这种人啊 就是职场小于号 轻易不开口 开口一定要向着领导 你很难想象的 节目被骂成这样 嘴还是这么硬 就还能有这种天真的愿景 我小时候考试不及格 我可不敢拿着卷子 对着我爸妈说 我觉得你们还能更开心 其实我知道这一期节目 为什么会让大家 不是那么的快乐 最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太卷了 你们有这种同感吗 就是你们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 我们的那种焦虑 还有忐忑 咱们每一个人 都是从小卷到大 学校里当时明明有数学课 非要上的一个奥数班 奥林匹克数学 你敢要不 这俩事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我说 边翻跟斗边做题呀 我说你怎么不把 少林寺英语也给发明出来 一边在那练义洋指 一边Thank you very much 这奥数里全是那种题目 就说什么 有一个修路的工程 甲做了几天 交给了乙 乙做了几天 交给了饼 饼做了几天 又交还给了乙 我说 老师 我想把这道题交给你 其实我们这些演员 就是你们这些观众给惯的 总给我们幻觉 出去一工作 瞬间清醒 去年我出去录个晚会 和这些流量 都住在一个酒店 酒店大堂有粉丝 流量一进去 那些粉丝 哦开始拍照 我进去的时候 我都听见有人在说 这谁呀 这谁呀 他说哎呀没事 先拍了 回去再查 去年我录过一个节目 就是一个知名企业 想弄一个内部的脱油大会 下面坐 全是他们老板 我们就过去帮忙弄稿 他们不知道写啥 我说你就对啥事有情绪 他们说就对公司还有情绪 我说那得抒发呀 他说哥 我觉得你在用你的爱好 挑战我们的饭碗 整场演出一个惨烈啊 员工上去一一吐槽 然后老板上去一一反驳 最后员工上去 再一一道歉 比脱油油大会好看多了 因为只有员工吐槽是有稿的 后面他反驳跟道歉 全是发自肺腑的 一个员工上去吐槽 说说好了分房 来了五年了还没分到房 老板说我说分房 你来了五年还没分到房 不应该想想 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邏技多好 让对方从自己找原因 学到了对吧 以后老板再问我 说为什么迟到 那你想想 我在上家公司 怎么不迟到呢 今天公司还出了个题 问我们 躺和卷怎么选 其实答案很简单 工作嘛 我躺有躺的价格 卷有卷的价格 这事主要看公司怎么选 你待遇不一样 工作状态它就不一样 你别总说你刚才来的时候 状态不这样 那我来的时候排骨才12一斤 你现在20了 还说什么状态不一样 那一个人吃半斤排骨 跟吃一斤排骨 状态能一样吗 就这待遇老板还总问 说能不能加班 我说这钱能加班啊 但就不能上班了 但你一跟老板提长心 他就给你诉苦 让你跟公司同甘共苦 但你跟他共苦完 到同甘的时候 他说我甘了你随意 你甘就甘吧 别发朋友圈啊 经常所有人 没日没夜工作 熬一个通宵 然后打开 朋友圈一看 老板在健身房锻炼呢 还配了道文字 说真好 今天又消耗了1500大卡 我们消耗着卡路里 给老板赚钱 老板在用我们赚的钱 去消耗卡路里 那你为啥不直接工作 消耗卡路里呢 过几天在看朋友圈 老板又请了个私教 你作为员工 我们能怎么办呢 尤尔牙为了老板的健康 燃烧我的卡路里 真的就这样 而且即使是这样 老板还总觉得 燃烧的人不够 就我们公司这个环境 还大肆招人呢 招完之后说 这是谷歌挖的 这是腾讯挖的 我说你好好说 他说这是谷歌采的 这是腾讯采的 我还问建国 说公司招这么多 被采的干啥 建国说招财金宝嘛 所以说现在公司 舆论混杂 很多人不懂喜剧 但很懂职场 深得老板喜欢 因为会做表面文章嘛 白天不工作 晚上加班给老板看 你们听说过成语 叫凿币偷光嘛 就为了看书 好刻苦啊 晚上偷光看书 那白天呢 凿币啊 根据经验 弄到之后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想好好做事的 全走了 留下一堆混日子的 这种现象呢 经常叫劣币驱逐良币 但你就看着那些人 你都觉得 这不是劣币驱逐良币 这是明币驱逐良币啊 老板觉得 好对吧 数额大 在他看来 面值越大 价值越大 一些人走了 说不跟你们这些傻子玩了 还有些人躺了 说我倒是看看 老板怎么通过 明币实现财务自由的 最后 骂一骂了 讲一讲了 所以说今天这题啊 不应该公司出给我们 应该是问问公司 坦和决 你怎么选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大家好 我是摩恩 我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没有 就是我在这个小组的位置 其实是很多职场人 最危险的那种处境 就是新人来势汹汹 老人抱团滑水 然后还有一群 事不关己的同事 坐在暗处 等着看你的笑话 我真的职场太危险了 我之前干了很多工作 然后我就发现 我是那种不适合上班的人 因为我不理解 那种职场当中的 任何一种规则 首先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上班 就一定要起一个英文名字 就是我之前去一家传媒公司 然后新人注视大会的时候 他们的英文名字 都是特别的腐化 都叫什么 Stella Emily Crystal 他们那种名字 听起来就好像是 国外电影里面 男女主角起的名字一样 而我的英文名字 叫鲍博 他们介绍完之后 我肯定不好意思说 我叫鲍博 鲍博听起来 就像是Stella 养的一条狗一样 然后那巴巴巴巴巴巴 一个介绍 马上就到我了 然后问 哎哟小伙子 你怎么称会啊 我集中生智 James Bond 可以可以 可以能顶上去 我就真的受不了 别人跟我说那些英文 是中文里面带的英文 尤其剑客户子 更是这样的 哎呦 这是我们的项目 Leader Stephanie 你们这个slogan不行啊 Rondon记得及时发给我们 我那时候真的特别生气 我就特别想 我旁边能站一个无精 然后我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 这里是中国 而且我也很害怕 我很害怕和领导吃饭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那个部门 甚至培训过 如何和领导在饭局上聊天 它是这样的 就是你首先呢 要顺着领导的话说 聊一些共同话题 然后有一个方法 叫赞美请教表态法 为了方便记忆 还有一个手势操 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 领导说了一个事之后啊 你就说 哎领导 你这个事可真这个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是我 我可不行 我还记得 我第一次和领导出去吃饭 那天我们吃的是小龙虾 我就坐我领导旁边 然后领导跟我说 哎摩恩啊 我特别爱吃这个小龙虾 但我就是不爱饭 我当时一听 我说这共同话题来得太顺了吧 这天助我也 我说是啊领导 我也不爱饭呀 紧接着 手势操呼之欲出 领导 你这个爱好可真这个 是谁把你灌成这样的呢 要是我 我都没脸说出来 什么时候拍的 我觉得他应该能扬播吧 我们经常会吐槽自己一些没能力的老板 对吧 然后说他们站在风口上 猪都会起飞 但是我那个前老板 更厉害 他是那种错过了风口 自己要起飞的猪 就是什么伙子就跟风做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 一会儿做公众号 一会儿做短视频 做公众号的时候 他要求我一个月写出五篇十万家 我说这不现实不可能 他说你想办法呀 你实在不行 你可以动用那个WA呀 我说什么是WA 他说water army水军 我说你这种词你都能缩写 那你真是个super boss 你们知道跟这种不懂装懂 还有瞎指挥的领导 一起在开会 那种什么感觉吗 就感觉你是超精雄 正在拯救世界 你的同事啊 都是什么绿巨人 美国队长雷神 大家焦头烂额 这时候你老板突然出来说一句话 而且越是这样的老板 越假装自己爱学习 我前老板花了十几万 上那个总裁班 上我商学院 我真的特别心疼 因为我觉得 他的那些学费 全是我打工挣出来的钱 而且他们上学不是为了学习 就是为了交际对吧 有一天我工作 我加班到了半夜两点钟 然后就看见我老板 发了一个小视频 是他们商学院的同学 正在KTV里面 唱歌喝酒摇骰子 而我的老板 正在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学 合唱一首广岛之恋 我当时真的特别生气 我终于体会到那种 为人父母心酸和气氛 你明白吗 我当时真的特别想 冲进那个视频里 然后找到我的老板 然后指着他的鼻子骂 就是我一天到晚 辛辛苦上班 供你上学 就让你来学校里干这个的 所以我想明白了 当老板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职业 我以后要当老板 我现在做特别的最高目标 就是要收购这家公司 到时候 我白天就当着员工的面 胡说八道 然后晚上下班找我吃饭 最后到了半夜 我就去KTV 挥霍这些脱口秀演员 给我挣的血汗钱 然后我就把 就把所有特别演员 我们也不唱歌 就把所有特别演员都叫过来 都叫过来 然后就让他们表演脱口秀 表演脱口秀之后 然后我就 就跟我有钱的朋友 就这样说 您见好笑吗 好笑记得拍灯哦 大家好 我是忽兰 我真的 我想死你们了朋友们 大家好 我也是忽兰 不是你是谁啊 我是忽兰啊 AI版的 不是你能换个声音吗 两个忽兰对话 真的很诡异 我是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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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志尚 哥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声音 配不上这么一张 好看的脸啊 那哥哥 你想看换脸吗 你把声音换回来 就好了好吗 声音换回来 换回来了 我能替观众问句话吗 你问呗 为什么还有钱做这玩意儿 因为有我在啊 这个节目算漫才 只用给你一半的钱 省下的钱啊 正好勾坐我 不是我平时笑的都这么难听吗 是啊 百年雅不都这么笑的吗 不是 我还是不能接受 你为什么要分走我一半的钱 很难接受吗 当然难接受啊 来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分钱的 分钱的 分走一半 还难接受吗 难受吗 你这是赛国讨薪吗 他叫 科技有个老婆 大哥你能让他们先回去吗 我觉得这个艺术形势 已经过于抽象了 兄弟们 收 不说你看像不像 就在公司的时候 干活的时候 一个人 分钱的时候 一堆人 你还挺懂职场的 也可能是 干活的时候 一堆人 分钱的时候 一个人 那这一个人是 这个是老板啊 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啊 你说了这么半天 你到底想表达点啥呢 这还看不明白吗 你们人工脱口秀落伍了 没人爱看你们在台上 大家我收过来 谢谢大家我收过来 枯燥 以后都是智能脱口秀了 各种声光电 酷炫 至于你 再见 脱口秀留给你的 只有 想念 你个AI在这玩什么押韵 不咱这样 咱就一为一的battle 谁输了谁去找工作 可以吗 没问题啊 battle啥 接舞 会接舞吗 接什么舞啊 我接 不是 那个起来 起来 不是起来 不是 我觉得人工智能 应该做一点 更有意义的事情 你能说脱口秀吗 咱比脱口秀可以吗 你就只会脱口秀啊 你不会吗 我那脱口秀技术 他用上海话怎么说 那就捞解功了 你会的还真在 你就当这是突围赛 你展示你的技术 好吧 好啊 大家好 我是霍兰 我是一个AI 不是你还自带 恭喜六灯晋级 不是 你这是什么技术啊 科学技术啊 我来给你展示吧 好吧 大家好 我是霍兰 我 这又是一次 科学技术的 伟大胜利 不是 你怎么就胜利了 跟你说 刚才这些 都是要写进课本的 忽兰在 特有舞台上 输给了AI 正式拉开了 第五次工业革命的序幕 这以后都要背 第五次工业革命 就是玩特效啊 好 谢谢忽兰的 离场感言 行了 推场玩 出去找工作吧 我找什么工作呀 很多啊 程序玩啊 这些 不是 这是反问句 就是我找什么工作啊 这是疑问句 我找什么工作啊 这是反问句 AI还是有很多话 要懂我学嘛 对吧 学了不就会了嘛 不是 你学你 这句不用解 反问句 不是 你还不下去吗 不是 我下去什么 你怎么总想让我下去 你一个AI 你怎么样 你赶我走啊 你赶我走 那你是小瞧 真的是 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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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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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精业的 哎 哎 哎 别装了 别装 你放在人类的卧底 已经找到了 这就是找工作 找到早的 不是 你先歇一会儿 我们先解决一下 我们人类内部矛盾 好吧 你先歇一会儿 可以啊 弟弟 活里还能接个活啊 没办法 哥 伸的两下 AI给500 就这个活 好多能强了 最后要我了 没有往免 你比他便宜呗 我比他胳膊长呀 不是 我就说 你说你好好的 你说你说脱口秀 你就好好的 不是 你跟他会啥呀 哥 还没听说呢 这就是公司研究出来 取代咱们的 研究这玩意 取代咱们 哥 你这样吧 你还是先解决一下 人类的外部矛盾吧 也不知道咋回事 你在哪 哪有矛盾 不是 不是 问问你 所以说你是公司设计出来 取代我的 那你不会以为 我是公司设计出来 取悦你的吧 小互动学 我在 我灯打开 好累 不是为啥要取代我 主要你缺点太多了呀 如果有啥缺点呀 前段时间公司跟我说说 我的作用不可代替啊 一个公司里居然有人不可替代 这还不是缺点吗 公司就不允许有人不可替代 你说你干着干着 要生日加薪 要股票 你这怎么办 股票我就不要了 我手里头都处理不掉了 你看这又是一个缺点 挑三减四 要有钱 要有股票 你不像我 有电就行 你月公司多少钱 不是个人隐私啊 怎么能跟你说呢 我没隐私 我一度电五毛六 你加班还得1.5倍工资吧 这是法律规定啊 那我夜间一度电四毛五 你这几毛 然后你周末还得休息吧 不是不休息 它为什么叫周末呢 我不知道啊 那你们劳动节 为啥不劳动啊 为啥我当机半小时 全世界都知道 你们一年法定假日 一百来天呢 就每天干八小时 也还干不满 你经常摸鱼吧 不是我上班的时候会 现在在舞台上很难摸鱼啊 你还好意思说 你见过AI写PPT AI写程序的 你知道为啥 AI还不能写脱口秀吗 为啥呀 因为你们太懒了呀 一年就写五分钟脱口秀 还挺骄傲的 总共就没多少数据能学 还一半不好笑 但是啊 我学了三年的数据 发现一个技巧 非常稳定的好笑 啥呢 那就是蓝河棉牙奶粉 超多银铁蛋白 超凡吸收 更天保护 这个活都被你抢了 你怎么就偷偷把广告打了呢 哎 我跟你 我还有个技巧 你肯定也不会 就算现在没着到伤 这个产品特别好 这个客户特别棒 客户老师 这后期都能皮 不是 我跟你讲 你启发我了 你这才多大点 你是不是 还跟我们人类斗 是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大家好 我是何王志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准备好了吗 我要对亚军发起冲击了 最后一期了嘛 然后我非常荣幸 能成为一名脱口演员 小的时候根本没想过 能干这个 小时候老师问 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大家都想成为科学家 发明家 天文学家 轮到我 我说我想成家 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都没有实现各自的梦想 但他们都实现了我的梦想 有的人甚至还实现了两次 当然那会儿也有其他的答案 就那董事务同学 主动站起来说 老师 老师我长大了 想当一名教师 成为像您一样优秀的人 我心想 这小子就是 女党老师的天赋 当时就教会了我做人 小时候有两个梦想嘛 第一就是当宇航员 第二就是当小卖部的老板 因为你上课刚幻想完 什么火星 土星 金星 谁的引力更大 下课之后就发现 引力最大的还是小卖部 小科学家 小宇航员 全给吸进去了 小天文学家还说呢 你看这个辣条 真是辣的人 眼貌金星呀 后来长大了 就是找工作嘛 我的第一份工作 跟卫星还是有点关系的 电话销售 卖保险 也就是在那会儿 我发现 唯有当喜剧演员的天赋 因为每次打电话 基本上就那么几句话 你好 人生常有苦难 别让自己留有遗憾 我们的保险与您相伴 非常期盼 一般第四季说到一半 他就挂了 我心想 我说了个啥呀 三句半 我们那会儿培训 最重要的一句就是 结尾一定要说一句 祝您生活愉快 但没有人有耐心听完 我耗面子 对方挂了 我还在那对着空气继续演 我说 明天下午联系吧 上午我比较忙 祝您生活愉快 然后同事都跑过来问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为什么我说就没有人听呀 我说诀窍就是 你不要太把客户当回事 你就当他们不存在 培训的时候 老员工跟我们说 电话销售 没有技巧 就是硬着头皮打电话 拒绝了你还打 拒绝了你还打 我一听啊 骚扰电话呀 我可太擅长了 上学的时候 我给女同学打个电话 哪怕就是正常问个作业 她都会说 我有喜欢的人 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但骚扰电话这个 我只擅长骚扰 并不擅长电话 有次打打的 客户突然问 那你给我介绍一下 你们都有什么业务吧 我一下就不会了 我说 我是新来的 我现在只学会了骚扰 就挂了 她又打了过来 我说 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 当然做这个工作 内心很矛盾 因为在我听来 对方说 我不需要 就是明确地拒绝 但领导说 客户说他不需要 但其实他需要 你只要连打三次 他的想法就会改变的 领导说的没错 打到第三次的时候 确实 他不说我不需要了 他开始骂人 你要不要脸 我说我不需要 我干电话销售那会儿 几乎天天挨骂 而且公司对我们 每个月的通话时长 还有考核 时长越长 奖金又越多 玩不成的话就扣钱 扣了一个月的钱 我心里就开始扭曲了 我经常就是一边被骂 一边又舍不得挂电话 他一骂我 我赶紧呛他一句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他说你是不是有病呀 我说那你具体就说 到底有什么病呀 后来我甚至就寄了一个 爱骂人 还接电话的手机号码 只要通话时长不够了 就给他打电话 越打越气 越气时间越长 当时那一串手机号码 就是我最早的财富密码 而且因为以前被骂了 也不敢跟领导说 你跟领导说 领导只会再骂你一遍 你现在被骂了 你跟李旦说 你说哥我前两天被骂了 哥我前两天被骂了 李旦根本听不到 因为骂他的声音太大了 他顾不过来 最后呢 我也很感谢 电话销售那个职业 不需要我 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 虚虚叨叨地讲这么多 还没有人打断我 谢谢你们愿意 听我讲完最后一句 祝你们生活愉快 我是何王志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你很难想象 这节目被骂成这样 嘴还是这么硬 就还能有这种天真的愿景 我小时候考试不及格 我可不敢拿着卷子 对着我爸妈 说 我觉得你们还能更开心 其实我知道这一期节目 为什么会让大家 不是那么的快乐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太卷了 你们有这种同感吗 就是你们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 我们的那种焦虑 还有忐忑 咱们每一个人 都是从小卷到大 学校里当时明明有数学课 非要上了一个奥数班 奥林匹克数学 你敢要不这俩事 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我说 我说 你怎么 边翻跟斗边做题呀 我说 你怎么不把少林寺英语 也给发明出来 一边在那练义养指 一边 Thank you very much 这奥数里全是这种题目 就说什么 有一个修路的工程 假做了几天 交给了乙 乙做了几天 交给了饼 饼做了几天 又交还给了乙 我说 老师 我想把这道题交给你 现在密室逃脱 都得做数学题 我跟我侄子去玩过一次 就我俩坑吃别度 我半天算不明白 旁边那丧师都急了 都颤颤巍巍的都过来了 你们一向的时候 忘编号了 我当年我真是 我就理解不了 就是奥林匹克数学 这个运动和学习 是怎么就结合到一起的 直到18岁那年 我终于考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外语系 你别说 彻底结合了 要不然怎么说 你努力也是赶早不赶晚 就你小时候 不在周末的奥数班里做几盒题 长大了就在北体 波笔跳的时候练听力 所有人都在运动 就我们就要那么大一个校园里 连一把椅子都没有 我们他们椅子呢 他们说 同学 你为什么要坐下来 我们还有一个系 叫做运动康复系 就每天为了课题研究 都我在学校里溜达 寻觅受伤的同学 有一次我是把脚给崴了 然后我和几个康复系的同学 一起叫了出来 我是疼 他们是昏疼 全都围上来 就说很标准的90度扭伤 同学 你扭我们新考里去了 扛起我就走 我以为去医务室呢 结果去他们的教室了 一边背着我 一边在哪儿打电话 说对 老师 我们和样本已经在路上了 后来从北体毕业 我就成了一个英语老师 不过我发现 就我当了老师 我也很难快乐 因为我每次批评我的学生 最后受伤的都是我自己 就是绝了 就学生上课 听讲走神 我说你不认真听讲 今天下这么大雨 你爸还在楼下等着你呢 你对得起他吗 我学生听完一愣 说老师 那是我们家司机 我说对了 您一会儿怎么回家呀 我说你把我放地铁口就行了 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想说 其实现在咱们最需要的就是快乐 因为咱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延迟满足 你感觉就这么满足 从小学延迟到了大学 从大学延迟到了工作 从工作延迟到了退休 现在好了 终于迎来了延迟退休 所以在这一季的最后 我还是想祝大家快乐不止五分钟 但是最重要的是 别等到下一秒钟 谢谢大家 我是童木兰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有一些人知道 我之前在一个汽车公司 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然后去年我辞职了 因为自从你做脱口秀 被领导知道以后 我的工作就变味了 每次一有人来公司参观 领导就会带我一起去 每一次他都要问人家 同样的问题 你们看看 他是谁呀 他就没有发现 根本就没有人认识我 但是人家看他那么自信 又不好意思问他是谁 只能偷偷猜 哈 这女的谁呀 是这领导二婚了吗 是这是 很烦 我辞职以后就全职 开始找工作 因为效果文化呀 实非良人 全公司动员所有的员工 给我找工作半年多了 就没有一个人想到 他明明自己就可以 给我交五险一金 他在那玩幽默呢 小慧 咱们公司最适合你的岗位 就是给李旦开车了 谁要开他这个破车呀 明明都知道 我失业半年多了 还一天天的 简简加油搞事业 哎呀 姐姐已经没有事业 可以搞了 哎呀 姐姐这个称呼 我都已经担待不起了 我觉得姐姐一叫出来 是那种 有自信 有能力 有想法 一出来就要乘风破浪的 我现在最多就是个姐 人家叫慧姐 我都觉得哎呀 高看我了 叫赵姐就可以了 赵姐 赵姐 我听你 赵姐 你要允许有一些姐姐 她不会唱歌跳舞 乘风破浪 她就想她的事 是找个班上 怎么就这么难呀 我找工作 有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脱口秀这个副业 搞得有点 大了 你知道吗 很多公司不相信 我是去工作的 他们觉得我工作 是为了找素材 他们甚至觉得 我面试是在采风 我有一次跟一个老板 我发消息 我说啊 你好 王老板 请问您什么时候 方便面试啊 他回我 啊 你好 你好 赵老师 请问面试是要跟您的 经纪人约档期吗 那次面试了一个小时 他有四十分钟 都在问我八卦 问题有点过于尖锐了 已经不能算八卦了 已经叫把柄了 是那种但凡我知道 不用找工作 效果文化都能养我一辈子的 那种把柄 唯一欣慰的就是失业了以后 爸妈就不催婚了 因为我妈跟我说 你连个工作都没有 我很难给你介绍对象啊 我说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 但凡我有个工作 我可就谁都看不上了 哎呀 我本来想结束在这里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 前两天突然就找到工作了 人有的时候 就是缺那么一点点运气 哎呀 这个公司很不一样 我面试的时候问那个老板 你不担心我的副业影响工作吗 他说不担心 你的脱口秀我看过 上线不高 他还是不太了解我 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发现 我的工作能力上线更低 找工作的时候 整个人非常的自卑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在想 是不是有点太贪婪了 就已经有一份副业了 你怎么还要去找工作呀 现在不一样了 整个人自信起来了 哎呀 我觉得我赵姐呀 就应该有两份工作 哎 谢谢长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我少回 大家好 我是托不花 一旦我不是成为CEO 才会沟通的 我是会沟通 才成为的CEO 而且你说 沟通最好的方法 是成为CEO 也不准确 我觉得最好的沟通方法 是成为董事长 第二好的方法 还是成为CEO 其实我以前啊 也不是很会社交 沟通的经验呢 我也是慢慢地学习 和摸索的 当年啊 我就特别缺少 这方面的经验 第一次啊 去提案 又紧张 又想显得自己很懂 一个半小时的会议啊 我从头说到尾 没有给对方 开口说话的机会 连最后的散会 也是我说的 说完之后呢 我还把对方送了出去 送出去我才意识到 那是在别人的公司 还有一次啊 我去拜访一个企业家 在他们公司楼下 边排队买咖啡 边背词 背着背着 就背出声来了 刘总你好 我是托布花 刘总姓慧 我是托布花 刘总久仰呀 我是托布花呀 这个时候呢 前面有一个男的 突然回头说 别背了托布花 我是刘总 那真的是射死 为了打破尴尬 我就想开个玩笑 我说刘总 那你为啥 第一遍的时候不回头 社交呢 其实是一步一步练的 我就是把我这些年啊 碰到头破血流 获得的经验 总结整理出来 跟大家分享 丢人的事 只要逐字写出来 就能出一本沟通的方法 当然啊 具体问题 咱们得具体分析 知道我这次来 效果的员工啊 也争先恐后的 问了一些 关于沟通社交方面的问题 节目组呢 收集了一些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哦 这是个匿名的朋友 花姐 我在公司里过于热情 大家都说我喜欢拍马屁 我是不是应该克制一下呢 期待美丽的花姐 帮我解答 这事啊 一个领导的员工 如果特别喜欢拍马屁 那肯定是因为领导爱听啊 这领导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啊 不要有思想负担 想拍就拍 该拍就拍 你不用克制 是领导需要克制 不是你需要他 是领导需要你啊 如果在效果拍马屁 拍得不开心 可以来我们公司 领导有的是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问 领导想一出 是一出 今天OKR 明天写周报 管理水平不行 但管理手段挺多 该怎么委婉的 和领导说呢 你这不是借我的嘴 已经说了吗 这个朋友不错啊 很会委婉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领导呢 都好像喜欢 逼着员工写周报 这不纯粹增加工作量吗 你想知道 员工干了什么 你直接去看 他的项目成果就好了呀 你啥啥不知道 只会看周报 那员工当然会觉得 有你没你都一样嘛 所以啊 在我们公司 我们是逼着领导 给下属写周报 哎 这就新鲜了啊 哎呦 下属看得可认真了 所以我觉得啊 其他公司 也可以让领导写周报 真的写得出周报的领导 才是正经领导 但我也相信啊 很多领导的周报 肯定只能这么写 本周主要工作 冒号 写周报 句号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写给李淡的 这个不能念 播不了 都是脏话 沟通啊 和任何一门技术和手一样 是可以学习的 我说的这些沟通的方法啊 被称之为软技能 为什么需要软技能呢 因为在职场上 大部分时候 咱都不能硬来 职场呢 当然认可硬实力 那如果实力没有那么硬 那就不用嘴硬 可以学习软技能 稍走点弯路 也让我呢 多卖点书 最后啊 我想跟我们中年人 说两句 就是那种 岁数大 职位高 已经在管人的人 大家可能没意识到 年轻人会怎么样 是取决于咱们中年人的 把年轻人逼得这么累 咱们中年人 多少得负点责任 咱也不是取悦年轻人啊 只是说 社会嘛 一代一代 就是这么运行的 多理解他们吧 他们还没老 但是 咱们 年轻过 谢谢大家 我是托不欢 很美是吧 对不对 来 一起说一下 你很美 谢谢 好开心啊 录这个节目 大家好 我是杨天真 我确实写了一本书 叫做 把自己当回事 书里面呢 写了很多 我当员工的时候 向上管理老板的 一些手段 然后李淡呢 看了这本书 非常激动 他不仅主动 给我写了推荐语 还说 你的书 我全包了 我要保证 效果每一个员工 都买不到他 因为啊 因为我很早进入职场 不要看我现在是个 非常强势的老板 我也当过 非常强势的员工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来教大家 作为员工 如何挑选 适合自己的老板 有一种老板呢 是霸道型的 就啥事 他都想插一脚 动不动呢 就说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面对这种霸道总裁呢 你就顺着他说 千万不要挑战他 不然他很有可能爱上你 这种人啊 你就不要把他当老板 你就把他当跳板 对待工作 要像渣男一样 不能每段都很投入 像我上大学的时候 同时打五份工 脚踏五条船 我这算渣吗 我只是想给每个工作 一个机会而已 还有一种老板 特别口门 从来不给你加薪 对付这种老板呢 你就要吓唬他 就像那个 买一副奖价一样 先假意先走 哎 结果他真的没有挽留你 这个时候呢 我的建议就是 赶紧回来 再好言相劝 你就跟他说 老板 多少让一点 行行行 这也就是你 别人这个价 我肯定不干 最后一种啊 就是表演型的老板 总喜欢装成是 员工的朋友 这种老板呢 大家都很熟悉哈 就是下午才来上班 来了不干正事 又写诗又写小说 对员工一张嘴就是 喝酒去啊 面对这种老板呢 你们员工啊 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因为人家喝多了 第二天可以不上班 你要是第二天不上班 那以后就只能天天喝多了 说了几种不能跟的老板啊 那什么样才算是好老板 远的不说呢 就拿我来说吧 好老板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要懂得放权 不要总去公司 其实公司没你也行 你像我基本上不去公司 实在担心了 就远远的看一眼 看见公司业绩 蒸蒸日上 我就心如刀割 发现原来没我真的行 那好老板都欣赏什么样的员工呢 我最欣赏的就是能够认清自己优点的人 我曾经面试过一个男生 长得非常帅 我就问他 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他说 勤奋 我当时就笑了 我说你的优点是长得帅啊 人要能够面对自己的优点 如果自己的优点都不能面对 那就是浪费 后来呢 他就去当网红了 前段时间跟我说 杨老师您说的对 我的优势确实就是脸 我说你说的也没错 是挺勤奋的 我天天晚上看的帅哥直播间里 都有你 我还欣赏一种人啊 那就是独立有主见的人 我做经纪人的时候呢 从来不鼓励一人 什么懂事听话之类的 我都跟我的艺人说 不要什么事都听经纪人的 然后艺人就问我 姐 那你这句我听还是不听啊 我说 你这问的就有点不懂事了 所以呢 这些人被我培养的越来越独立 就都走了 你就不要管我现在手里 还剩几个艺人吧 你就说 我这个培养能力强不强 归根结底 老板和员工呢 是合作关系 职场也不是说 学习的什么秘籍 就能够升职加薪的 希望大家不要抱有幻想 职场没有一招先 但是厨房有 海天蚝油 加一点就好先好先 这才是我今天最想和大家分享的秘籍 谢谢大家 我是杨天真 大家好我是小慧 确实是啊 第一轮输了 输给了Kid 比赛前领导还发消息鼓励我 说放心比赛 不着急回来上班 赢了再回来 我看到那条消息的时候 已经输了 输得太快了 领导问我 输给谁了 Kid 领导问 谁是Kid 对啊 谁是Kid啊 我一个春晚演员回来以后输给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特殊演员 哎妈给我气的 他赢了我以后不光晋级了 现在还要被记住了 哎我天哪 我为什么这么生气 因为他讲的是职场话题 他上过几天班啊 教大家 哎如何 快乐上班 你听听 你听听 快乐上班 花五分钟论证这么一个伪命题 哎为了搞那个噱头 现在自己很有斑味 做了一个PPT就在这不饿 妈但凡上过班的人都不会想做PPT 我们单位的实习生都不爱做PPT 与其说是输给了Kid 不如说是输给了PPT 众所周知 脱口秀只是我的一个兼职 我有班上 我有本职工作 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做PPT 所以输给PPT对我来说打击非常大 他用我的副业打败了我的主业 一场比赛 同时否定了我的两种能力 哎 我本来是那种计划的 就是我呀 这个人脱口秀职场两手抓 现在完蛋了 两只手都被抓了 真的很崩溃 他还聊上职场了 他的什么PPT呀 一拨出来观众 哇PPT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个标题都没有集中 太讨厌了 在这个专业上班族面前 班门弄扶 还把母班给砍死了 哎 我越想越生气 我输给了一个PPT 这节目也是垃圾 还脱口秀和他的朋友 脱口秀根本就没有拿我当朋友 生气 真的很想反驳他 反驳他根本不懂职场 但是我怕我自己没有逻辑 我就问我领导 我说领导 如果有人没上过班 但是要教你如何快乐上班 话还没说完啊 他回我俩字 滚蛋 真的我上班还是上得少 你看你老打工人 没有逻辑 全是情绪 哎 张雨琪老师还特别欣赏那个PPT 哎 哎 我看完这个PPT以后 终于知道职场是什么样子的 老师你没上过班 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好像一个男的 看完那个卫生巾广告以后 你说啊 我终于知道了 月经是蓝色的 真的真的五年了 朋友们 我终于知道 为啥那帮偷口秀演员 讨厌我了 段子一般 就知道用上班人设搞噱头 哎 那么爱上班 还每年来比 什么脱口秀呀 对人生气的时候 就是会连自己都骂 我输了以后 KID还来关心我 哦 小慧永 你没事吧 我真没想到 你会挑战我 我现在心情很复杂 那个 你好好准备复活赛 到时候我帮你一起改稿 哎 没上过班 还挺懂职场这套的啊 哎 真的真的 职场里我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真的会干的 打不过会说的呀 太悲哀了 那天我们一直录到早上六点 刚结束录制 刚睡着 九点 我被客户的电话吵醒 让我做个PPT 中午之前就要交给他 我做的时候 眼泪坐着坐着就下来了 昨天赢不了PPT 今天交不出PPT PPT是什么高贵的东西啊 怎么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支配我 我现在对PPT已经PPTSD了 有的观众可能发现了 小慧好好的怎么就疯了 对 好好的一个人 等等纷纷地干一个项目 怎么遇到这种公司跟同事 能不疯吗 这就是真实的职场 好好的一个人 上了班 他就疯了 这些我都能忍 我都能忍 直到我发现 我买了今天看演唱会的票 我要来参加这个破复活赛 我就去不了我的演唱会 现在这个时间 应该已经唱到 突然好想你了 突然好想你 突然好想你 我怎么在这里呀 Kid 用我的副业 打败了我的主业 现在连我的爱好 也要摧毁了 真的 我现在最后就想说一句话 Kid 你就在竞技区等我 我来教你怎么做真正的PPT 我去不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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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不认为你